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戲劇其實能夠呈現的真實 遠比很多我們受到的 美學訓練或是告訴你說怎麼樣做才是對的 怎麼樣做才是標準的 怎麼樣做才是好的的多很多 那麼每一次無論製作的大小 對我們而言小劇場想製作 它不是一個跳板 而是我們很珍惜每一次每一次 每一個製作裡面每一個獨特的個體 同樣吸引人的不是規模的大小 而是那個背後音樂的聲音的本質 因為對台灣的歷史空間 因為對這些廢棄掉的不見的東西 感到非常強烈的興趣 然後想要回去再挖掘這些東西 所以我想這個是於我們自己的過去 那也是必須經由影像或者經由一些行動 把它折射出來才有可能讓大家看到 其實如果我們願意去很誠實的去面對自己 問我們是誰 然後我們也可以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舞步 每一個人都有很自己獨特的那一面 如果我是那個撐陽傘的女人 我會跳什麼樣的舞步 跟我一起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我們有屬於我們什麼樣的舞蹈 今天因為舞蹈讓我看見了自己 也因為舞蹈讓我看見了世界 一起為台灣跳一支屬於我們的生命舞蹈 謝謝 今天TELX台北非常非常的榮幸 可以跟台新藝術獎合作 所次用這樣子一個說故事的方式 讓這些藝術家把他們最真實的一面 透過18分鐘呈現在各位的眼前 這第二個十年勢必要比第一個十年 還要更具有創造台灣新價值的功能 這是台新晉空他的創立的精神 我們繼續走下去 這一條路通往過去也通往未來 謝謝大家 年度大獎 要邀請我們的舞蹈範人 來為大家做揭曉 花三角 恭喜 恭喜 恭喜蘇玉璇 恭喜蘇玉璇獲勝的選擇 年度大獎 那麼我們的單純來講蘇玉璇的話是 我覺得他很會 應用不同的那種藝術的元素 花人深情讓大家可以 感覺到一些跟台灣歷史的變遷 或者是社會的那種大環境的那種現象 有一些互動 所以我覺得他 在最後被大家所認共養令人 我們要來看 我的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